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没有办法 没抓 先看起步吧 沈这边起步其实比较快 但阿诺今天起步也还不错 但现在的问题 是的 卡了一下气 没卡满 然后就骂了 而且甚至现在是已经骂了一点几秒 看一下沈的这个稳定性怎么样 但其实他在公开赛阶段已经到现在为止 最不用担心的就是他的稳定性 刚说完 哇好准啊哥 不走心到了 已经不走心到了 好稳 但稳完之后 现在宁静后面已经追上来了 确实不用担心他的稳定性 他能规避掉一些15点 这里在谈 是有拉近的 但是自己有点歪 本来东西挺好的 对呀 突然之间好像自己调了一下 对 结果微调 给自己调太长了 三下一分 你能够到两分的优势 下一张图天空寻梦 如果说 KZ能在天空寻梦这一张图上撑过来 或者说再赢点分 那今天他们的局势或者局面就会好到很多 因为你不断地选途 其实对于自己的战术储备而言 消耗的还是比较大的 精力消耗的也大 所以尽量还是让对手去出招 但是守徒其实我觉得还是蛮好笑的 就对于沈这个点来说 起步确实很快 然后就每每我们觉得他能够稳住的时候 自己又多多少少 其实会给自己加一点东西进去 对吧 他的这几个失误 其实都是非受货性的 全都是自己在调整的过程当中上墙的 对 而且有点 让人有点预判不到他的那个失误点 就这种感觉是什么呢 他感觉自己还不够稳 想让自己更稳一点 然后稳大劲了 稳大劲 就稳的过程当中确实能稳 但是下一个玩意又想要通过细节来弥补 对 那种感觉然后又失误了 看一下天空巨墨 在缺少阿成之后 狼队这张图还会有什么样的表现 哦 宁清冲出来了 宁清这张图确实 就再怎么说阿成之前冲箭多 咱们的起步确实会 连续过来 前边一丝有点 超纯一下 是要看一下飞跃 但现在大家这个飞跃的路线都很好 而且宁清这局很顺啊 他现在甩了所有人跳秒的 是的 而且后面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失误的 但是我们只能开始ей 在某种顺利 但都不胸 或是 就一路压力了呀 你也准备压力了呀 他就要给你4.48的单圈呀 他就要给你8.48的单圈呀 一路压力了呀 但其实还是难破 几乎可以说是破不了 但真的就是 他一定要跟人比一比 要么是场上的选手 要么是现有的记录 这个路线 选侧 确实主要是 他这个记录已经太快了 但依然 其实这个成绩也足够上榜了 1分14秒62 后边两人 0.99 这样的话 最后一分 下张图花落下海 还是KZ的王图 所以说 KZ是有机会 在前三张图打完之后 有一个优势分数的 用什么车呢 天行吗 预影能开 但我还是觉得 天行会好一点 而且天行是阿诺 比较熟悉的时候 对 但如果说狼队拿一辆 月影的话 可能情况会不一样 三十八比三十九 这就是才能说的 这 这个分数我觉得对KZ来说是非常乐观的 对 明星冲一把线 然后阿毛冲一把线 来 欧罗夏海 四战天行 看一下啊 又带到了天行者 润泽的皮肤 很亮眼啊 对 传说皮啊 但这一张图 还是你挑快一些 对 阿诺这样图 就没怎么见他冲出来过 然后这两局 其实神的棋部 会有一些小万 就除了棋部以外 都慢 有点拖 两个人都拖了 对 把神直接给让过去 让到第二名了 看一下神的这个对抗怎么样啊 现在就是一个 即时挺然赛的细节怪 和本章图的细节怪 两个人又争夺一下第二名 对 反正两个都是怪 但是阿诺这边还是先 反超了一下神 然后阿毛再上来去做一下卡位 意思又交出来 看对抗看对抗 这里是闹口 经验的时刻了 扩飘满 还得是经验来说话呀 好像机器团赛还真没怎么打过 花楼下海是吧 对 他应该自己没打过 嗯 现在的话阿诺就被林青了 还有0.4秒 这是细节能追上了吗 对不上了 0.3秒 有点拉近 得看林青给不给15 但这个点过了之后 没15点了 对 而且前面还有弹胜 对应该是林青十分的 呃不一定了 冷静冷静冷静 落10点延续下来 林青这边顺利冲线而后面的话 审 最后的旋键是1.26秒 那最后的话节奏还是稍微小拖了一点 平分 三张图打完之后 KZ领先1分 哎 两个队来选 对 田恶宝啊 啊 直接打田恶宝啊 用啥车 就拿那个 奔雷城卫 奔雷城卫 那为什么是田恶宝的 沈强啊 他哈利特强啊 跟跟雷射卫好像没什么关系啊 好像也有点小道理 啊 节奏不一样了 意思有点都不一样了 我觉得KZ不用考虑沈了 就打紧青的图 因为沈是属于什么图他都能跑到那个 而且三张图看下来的话 其实就是让宁青几步冲出来之后呢 他会全程不受干扰 对 他只要不受干扰 他就能给你换做这个事情 是 就是沈这个点 其实在场上跟对面去换分 去对分 完全可以 可以 然后让宁青去打优势分出来 而且有这个1分的容测率在 嗯 那宁青的话呢 土居又是另一种风格了 宁浩实验场 星蹦 发烫 哪个 发烫图 对发烫图 对 然后包括托鲁伊环城 嗯 啊这些其实都可以打了 哎 先来发烫一下 刚才毕竟心率有点低 所以说 80多的心率对吧 得让自己的心率往上提一提 前三局虽然说分数不占优势 但确实他压力不大 嗯 圣 感觉 也没太大压力 看 起步 这一次你起步依然快 又出来了 这怎么玩 这本来你跑得就快 然后 起步还没出来 俩人一起卡着 下跳台 俩人路线都挺好的 反倒是阿摩这边稍微歪了一点 撞下墙 而后边阿诺的话是落后这1.6秒 狼队的双零炮 对 就是你想成为狼队的二号位吗 想的话这张图品是必须要练的 必须要练会的 就甚至于你不主动去练 你都会被慢慢的磨练过来 稍微拖累一下 0.5秒 那没关系 还是很远 队友的零炮 嗯 所以 无所谓 这次看一下沈的路线 哇 直接下来了呢 反应 他直接走下来了 我没想到啊 这一局临行单群多少来着 又是把影子跑出来了 这张图但凡一提起来就没记录 但我想说今天记录有了 0.3秒 你不可能再给我再图一下 把0.3图没吧 就是最后这一个弯 来了 1分13秒78 NGM的记录 终于是被打破了呀 或者说在连续出了几局影子的情况下 凝青终于是在第四张图 虚伟乐园 打破了一次记录 不仅仅是凝青 包括什么千寻啊 阿妮啊 风仔啊 对吧 是一个一个的 每一个人都把这个地图跑出来过 但就是没有一个人能成功的最后一个弯道 对 最后一弯道知情 最后一弯道 每次到那的时候都一定会拖一下 对 就不管其他有什么其他外在因素 对吧 不管 就只单单单论选手 大家好像就逃不过最后一个弯道的魔咒 而且这事很神奇 他能跑出影子说明他其实第一圈没拖 嗯 他第一圈跑得很好 对 但就是来到第二圈最后这一个弯的时候 他也看不到影子 对 他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能拖 但就是会拖 但今天逆心挺难受啊 又输了比赛又没了记录 逆心今天其实就干一件事 就是来打比赛 然后比赛队赢 回头刚走没多远 告诉你记录被破 应该是确实刚走没多远 但以他们俩下边的效率 我估计已经到俱乐部了 毕竟距离也不远 但这个记录看下来其实也不保险 这个记录不算很快 但其实你也说了 每次把逆心跑出来 每次都破不了 有没有可能是逆心的问题 不能这么怪 那他还比逆心要快 0.2左右 但将图有看过 是实战能跑12的 是的 新记录 灯光闪烁 属于凝聪的新记录 这应该是咱们连总的 第一个 想起音乐的新记录吧 不不不 昨天想音乐了 想音乐了 包括逊总我们也给他补唱了 再次给逊总 说一下 道个歉 还让他发表获奖赶紧呢 逆心 按键逆心 1分13.89 保持了399 差一天四百天啊 你真说明天在播的时候都四百天了 是啊 1分13秒78 恭喜宁清 哇 今天这么打下去 就且不论分数啊 KZ真的要给宁清 上一点对抗 或者是起步的压力 不然的话 真的可能 9张图 现在我已经看到 几次影子了 三次影子了吧 天空寻梦跟这两次 加这次的话就是三次 一号公路 一号公路确实也是他的记录 1分04秒钟 看起步要不要用新起步 那他这两天比赛 我记得都用了 都用了 但你要看位置 这个位置好像不好起 他被夹在中间 位置还不知道他在哪呢 他在中间 又出来了 是 而且神也出来了 这咋玩 不会再复合一下 刚才的那个场面吧 没有 复不了了 双阿兄弟全都曾强了 而且阿猫这边要更严重一些 没顶住啊 落地下来之后 这次倒是没有人磕到 但是这个起步拉的距离太远了 看一下神能不能给到宁晴的压力啊 何必呢 但有可能宁晴再出宁一个很快的成绩啊 哎哎两下 好 没事了 04.56对吧 但他撞着两下跟宁晴没关系 宁晴现在还是很稳 是的 金子来了 果然影子 而且现在影子是在他后边的 先跑的第三次影子 而且 看样子 只要这里能出来CW 呃 上强了 对 CW过来了 但上强了 想能给压力 能 要不撞 现在可以 向他们说 你想都是啥呀 踩球刹车 等一下吧 但即使说没破纪录 后边一个两秒 一个四秒 分数还是让狼队拿到了 而且 对 有可能从这局开始 狼队的分数 就要水上船高了 这把分差就大了呀 7分 刚刚 1分 现在8分 这突如其来的大分 又是1号公路 那下一张是不是极星换玉 哈哈哈哈 然后是 龙君湖 嗯 不可能 相当的剧本不可能连续上演两次 这也不是KZ的地图是 极星换玉 还这么似的 龙君湖 是啊 嗯 确实我觉得 今天如果在明星身上 讨不着太多好的话 就在沈身上去想想办法吧 但沈很油啊 嗯 有点 他 就是你实在想去给他造成对抗 其实我感觉他 不太会受到干扰的感觉 那叫老成 老练 OK 请注意的措辞 但他也不老练 对吧 我防不住了 哈哈 我放弃 教练换人 他赛场经验其实也不是很足 你要说到老练吧 是能感觉到他心态方面 是比较的老练的 就是天然对赛场上的嗅觉 其实比较灵敏 天赋 对 就是对于很多选手 如果真想在赛场当中 去针对他这个点 去产生一些对抗的话 他可能自己就 就直接会躲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那么就会躲 嗯 我在比赛当中的选择和判断 就告诉了我 这一波要去怎么做 而且他的心里 不会起什么太大的波来 嗯 您请四连冲 是的 这还是第一局 拿那个十分啊 不然的话 如果现在真是五连冲的话 我可能要想一下 会不会出现一个九十九分的人 我没事可以想想 有没有九十八分 难 从这张图来看 急速空港 啊 这张图一视同仁 而且这张图的话 在休息赛之前吧 至少是 给宁清造成了很多的困扰 对 但一切的困扰都来到了决赛的时候 其实都还给他了 是的 那重新开始 看一下这一局宁清跑 好困扰啊 好 好困扰啊 一丢之下蹭了一下 冥冥之中 皆有定数你知道吗 是 在台队宁清星 这就是宁清在空港上的命啊 那这局审先杀了出来 审得我宁清 先别提了吧 今天也不能百分之百保证 刚说完下来了 给新人点机会 或者说给老将点机会 现在的话 阿茅实现了反超 其实利用车身压住审的位置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阿茅的路线 延续过来之后 两个人互相卡 差点没空住啊 对 都在空住的路线 在台 这拉茅远上墙 要把审撞一下吗 没撞到 没撞到 没碰到 而后面的话 是阿诺1.1秒 宁清也上来了 嗯 这难道还能拿11分 对吗 我不信的呀 你真不好说呀 只有0.1秒的 但是三个人 或者连球又掉了 连续复位两下 那十分美了 沈这边撞的 也多撞了一下 再胡强走一段 KZ双0跑 又把你倒了下去 感觉看宁清的分有点高了呀 稍微遏止一下 前面阿诺落地有点小拖 但能调整回来 这一局 KZ要拿分了 快老师给一个宁清的特写 现在 三分 这一局复位了几次啊 三次 三次 啊 呃 那个中间那位置 应该算是 咱就按一次算吧 好吧 掉落了三次 掉落了 啊 还算起步那个 起步 你算算起步那个掉落三次 对啊 对 掉落三次 然后复位三次 很苦 这一局真的很苦 这都是命 但是刚才八分 这一局三分 嗯 追回来了 只能说你也追回来一点吧 还有五分呢 毕竟 第七张 五分的话 那我感觉龙清乌可以不 不着急了 可以不选 因为万尼翻车了 嗯 但这是第六张图啊 对啊 这第六张图 你不打龙清湖的话 第七张不打 今天就不打 就没了 也行 那这张图真是打了一个乱 阿毛是所有人里边 可能最稳的了 这也是最契合于 他在赛场当中的属性的 1分28秒77 对 这才是最近一段时间 空港的常态 对 但28还是稍微慢了一点的 可以啦 总决赛也都才跑二八 哈哈哈 也是 已经是总决赛级别的表现了 对 刚才真的是人卡人 明星第一下掉其实是一次又层到墙了 嗯 压了一下自己的速度 对 被抢压了一下 对 所以说没飞过来 然后明星就想要卡位 后边每一次几乎都是要么想卡位 要么是被卡位了 被连带了一下 所以说就掉下去了 嗯 但哪怕这一局复位这么多次的情况下 他还是能跟个八分 嗯 军分还是在十分往上 就甚至说在中间那段长直线 马上要进室内的那一段上 咱们其实还在想 有没有可能起步那么大的失误 他最后还拿一个第一 对 就是因为他确实在后边的后追是很快的 嗯 那先看一下梦回鼓鼠 啊 也行 也是一张团队比较擅长打的地图 对 确实这样都会比龙星会更好一点 但也是明星的记录 先出一小分吗 能不能在起步上面稍微针对一下明星 刚才那局其实就针对了 但也不是KZ主动针对的 对 是那样图针对的 阿毛起步比较快 再挡了一下明星 只要那么明星挡到后面去 挡上墙了 对 KZ来说就是好的开始 是的 就是放沈出来 沈其实在前几个看下来 稳定性没有他的踢球场赛里边那么强 这是阿毛的事物 但他极限性可以的 嗯 是 这两个坛式都没问题 这样的话明色再次改写 沈在第一 阿毛第二 然后宁清是借由刚才的那一个事物 现在已经追到一秒以内 0.7了 这 没转过来 诶 这 诶 您前跳起来了 是的 哦 原来这里跳起来的视角是这样的 就是你会看到一个人好像跳了两次一样 跳了两下 但这样的话又是一个能力的双凌跑 对 这个起步优势就荡然无存啊 震值阿诺还是1.1 1.0 如果说这张图再被拉开分叉的话 我宁清的影子 沈真是在当军事场赛跑吗 破不了 轻差0.1啊 其实也是不错的成绩了 对 但是11分能到手 1分13秒4 所以是一个能上榜 3分 哇 这你别看 空港的三个环汇区了 对 记录没破 然后看起来的话 后边人离得也不远 但是最后的分数 其实是完全全把上一局空港给白打了 那你这又要带着8分的分数 进入到第8张图 这比刚才RSG那局的分差还大 但有一个好消息是比他们接人的分差小 反正都是同行衬托吧 反正居中嘛 对 8分是可追 真可追 狠一点 对吧 什么莫高窟 就该上上了 现在莫高窟是这么大热门的一个选项吗 可以冷门一点 因为冷门所以热门 对 只要自己能稳得住 好友哲理的一定话 所以就交给对手 那苏格兰场搬了吗 没搬啊 没搬 我觉得苏格兰场可以啊 阿诺也 比较能打这张图 看这个领跑的时长 红色是沈 没错 沈的话 除了一小段灰色的地带以外 剩下是几乎全程领跑的 起步那两圈红的应该是阿毛 对阿毛的领跑也是红色 第八章赛道 八分 现在的话就只能选择南图了 南图其实我们会说 KZ擅长的 最擅长的其实应该是后比特之旅 但他分时间段 对 分数段 分数区间 就必须得第十章或第九章拿出来 他们才胜率很高 分段 如果说第八章图还没到那个时间段 所以他第八章图 必须得尽量的给这一张霍比特 创造一个时间段 但如果是第九章图 前面的分差也不能很大 不然到霍比特这里其实帮不了 对 所以说他第八章图 第八章图是在给他第九章图做铺垫 如果说铺垫的好了 那就霍比特 如果说没铺垫好 那就对吧 就莫格库之类的就选吧 平成七局72分 然后沈是65和阿诺之平 阿茅虽然这两局发挥不错 但是目前只拿到了64分 苏格兰场果然 赛车的话是两辆序列未来 然后一辆哈雷特和一辆拉姆吉尼 双序列 有着完全不同的选择 对 这双序列选出来 就既有优势又不痛不痒 对 就是优呢可能也算小优 甚至从赛车的数据程度来讲的话 可能不如朗布吉尼 但是即使丢了这辆车后面也不心疼 嗯不心疼 那就是能不能跑得过朗布吉尼 这是一个未知数 是 而且这一局其实哈雷特起步也并不算很快 是啊 而且安毛冲出来了 一辆朗布吉尼在三辆基亚的最前方 刚才应该是哈雷特就稍微蹭了一下 所以说暂时掉出了前边的这个行列 这个快出 有点快 我感觉沈有了这一局 虚的未来应该在他手上是有未来的 就是这个弯道 再卡一下金星的反超 击过来了 反超来了第一 沈的这个细节真的是 好啊 虽然是新人 但是还得说细节确实是好的 呃实力是不分心道的 没错 实力强就是强 这话说的好 宁青现在也追上来了 但是有点拖又是这个弯 是今天我们见到过 每一次都是这个弯 对 宁青这下多一个弯 但这个距离看下来的话 沈这个第一名是板山钉钉的 哎 阿毛跪了一下 宁青那道挤开 然后阿诺也跪位 但是宁青连带到了 阿毛暂时没有上去 这个弯道点瓢过来 再甩 能挤过来吗 挤过来了 是的 有一种感觉 宁青在给沈造势 他在努力的去遏制住对面两名成员 许的未来 有未来啊 真是真有未来啊 沈在前面 我可以看小窗接来的话 是一个什么样的选择 那么大分数就弹吧 要甩吗 弹吧 来到主持角 不弹了 该稳的时候还是要稳 老练吗 老练 我觉得真的很老练啊 对 一分四十二秒整 其实还是一个很快的成绩 真说 他后边全弹的话 能跑得比狮子这个技术更快吗 也不能 也不能 对 所以说还不如保一个自己的最快成绩 同时能够 可能 他不谈 反倒为队友去创造一两分的这个分数 他很清楚自己该干什么 对 其实仔细想想啊 这么多年了 我们对于宁青身边的队友的要求 从来没有说秀 或者说有多极限 就是稳 对 你越稳 喜欢狼队的观众朋友们会更喜欢 就是你越稳 那狼队的粉丝就会越喜欢 对 这一切其实也 也得归功于明明 明明就是从出道以来 就是我 开个好头 对 然后离开狼队之后呢 才把自己的极限 向大家展现出来 这是我想结下去的话 就是你想想 明明 阿森 沈 这三个比较 算是比较有名的 明星的二号位 是 他们三个谁的极限性差吗 都不差 都是联盟 算是最顶线的那一 大批了 对吧 但为什么大家就会觉得他们问呢 因为 被明星盖住了 也不是 我觉得也可能是团队需要 所以他就不需要太极限 对 就不同的地位 需要他扮演不同的角色 就跟实力可能没有太大关系 对 明星会在后面的solo 或者2v小7里边 去帮助团队获得胜利 他需要去扮演那个英雄 而对于其他人来说的话 都是在2v里边 需要去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 就他们可能也有那个实力 但是确实在这个团队当中 明星确实是那个 最怎么说呢 大家相信他次数 相信最多的一个选手 也是实力 最让人感觉放心的那一个 来到最后张图了 156比张 143的一个比分 13分的分叉 莫高窟 莫高窟我们见过 我们见过很多次的翻盘 但我见的没记错 应该是一次6分一次7分 记得很清楚 13分没见过 加以起是13分 对 一次13分真没见过 蓝队双领跑 今天蓝队确实是占据了这个起步 非常大的优势 牛轻这边有点蹭墙 但是沈 稍微无力下强 对 沈起步很快 但沈的稳定性确实今天说了很多次了 不太需要巨担心 甚至说在以这个分叉的前提下 就稍微失误一点没关系 尽量不失误嘛 对 尽量不失误拿一个好成绩 但同样对于阿诺来讲的话 也不能够说 就即使分叉不太好规 但也不能让你跑太轻松 对 但你看大家今天的分数真的 狼队这边两个人 军分有点高 风仔的记录啊 你要说省不极限吗 这主要是一直在阿诺这也看不到他呀 0.2 0.2 现在 如果说不实误是一定能破的 但是还得看他自己能不能保持第一圈的细节 这里有点小肥 弹过来 现在的话是有点被拉平了 是的 前面这个残射看一下角度路线 稍有点蹭 是蹭了一下的 那应该是没机会了 嗯 被影子稍微再拉开了0.2秒 但是这不重要 对于沈来说呢 能拿到这个11分 以及能跟着狼队拿下比赛的胜利 才是最重要的 我们得恭喜狼队 而且最后的话 也是一个双领跑完成了冲键 厂商行率最低的是谁 这个领跑差点破了纪录的一个明星人 今天KZ的前期我觉得是给到狼队不小压力的 嗯 前期几局 前四局吧 分差都不开 但是 跟上一场比赛一样啊 就转折点 就是在那一张 大家都意想不到的那一张一号公路 是 那张一号公路打出来的分差 是大家死掉未及的 这话也不是第一次在场说了 胸有积累而面如平胡者 可败上将军 我觉得以前是决赛的时候讲的 对 就是我们对太多的老选手 像是云海 像是宁青 像是小玉峰仔这些选手 我们都说过类似的话 但是这句话送给一个新人 一个第一赛的新人 好像还真是第一次 当时的沈当得起这句话 当然 一局对比赛的胜利 其实也不足以去形容他 我觉得或者说可以这样 对于毕竟沈是新人 这句话我觉得可以留着给他 他终有一天会用得到 是的 而且用得到这个句子的情况下 情景一定是关进去 没错 就今天毕竟还是一个 分组击分赛的初期 对 对于所有队伍而言 这场比赛相对来讲 也没有那么的重要 而且沈的这个发飞 以及他的这个天赋 我觉得中有一天 我们真的或许 有可能有一天能看得到 狼队的夺冠 会在以沈为结尾的前提之下看到的 是的 可以期待一下 真的这名新人 我们给他寄予了厚望 同时他也并没有说让我们失望 每一次都把他的任务